Mr. Zhang, this movie is on such an epic scale What inspired you to tackle this epic tale? 这个电影那么壮大 什么是让您给您启发 拍这样这么大的电影 什么是给我启发 能拍这么大的电影 首先是这个 这个剧本不是我开发的 是美国人开发的 他们已经开发了7年 然后转到我的手里 已经基本定型了 它就是这样的在长城上打怪兽这样一个故事 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爆米花的电影 我自己觉得也许还有意思 我愿意尝试一下拍一个爆米花电影 尤其跟麦克达蒙这样的演员合作 我觉得很高兴 那我接手以后呢这个电影就拍大了 拍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 它是在长城上 长城那么大那么长 显然不是三五十个人可以完成的 所以根据长城的规模 我们的电影就大了 我们的电影就大了 我什么启发了我 那么大的电影 我们的电影 我们的电影 这一样的电影 是传统的电影 它已经成为了七年 它已经成为了七年 它已经成为了我做的电影 我当时非常有点感兴趣 但故事已经说了 它是《Fighting Monsters》 《The Great Wall》 这个设计已经被关闭了 我找到了很特别的 所以我来到电影 当然 工作了与 Matt Damon 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但是 我当时 电影变得更大 因为 我看《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是大了 所以你必须做电影 很大的影响 我当时说 这个电影是大了 它是中国最大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 那是什么影响 你能够做到什么 这是 当然 说的是中国最大的制作 因为这样大的时候 那您 这个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 挑战 然后 您可以 用这么大的制作 您可以呈现什么 您可以做出什么 这确实是中美历史上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部制作 也是两国最大的一个合作 这个形式 在我来看呢 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也是唯一的一次吧 也是唯一的一次 其实大归大 对我来说 其实是反倒是要找到 两种文化 共同的那个点 去从一个点来进入 两边都要能看得懂 很重要的就是 两边都要看得懂 要有共同的感受 这个是最难的 其实在大的一个故事背景中 去注意那些人物的变化 人物的东西 可能是你最最要重视的吧 这是真的最大的 最大的剧组 剧组 在中国历史上 是真正的 有很多不同的 文化的 文化的 本身 中文化的 中文化的 文化的 也不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 最重要的 两个人物体 是 中文化的 两个人物体 And I've got to ask you about the Tao Tei because they look so amazing I mean ILM created the Tao Tei for you How did their visual effects really bring about to life these monsters and this feeling? 他要问您一下那个 Tao Tei 尤其是光业跟我们做的 Tao Tei 您是怎么样设计出这样子 然后做出这么可怕的怪兽来 哦 对 其实我我觉得还不够可怕 还可以更可怕一点 当然我们有脾气十三的这个限制了 其实这个怪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 最有名的怪兽 它象征着贪婪 所以实际上有很多历史上 有很多关于这样的图画 就是画这些怪兽 我们真正做这个怪兽呢 是跟那个新西兰的威塔公司 差不多用了700多稿 画了700多稿设计图 最后定下来这一种 我们因为定了个原则 就是希望它不要像一个天外来客 像一个奇怪的东西 我们希望它还是像在生活中 在历史上 或者在地球上 真正能生存的一种东西 再加上它又是一个龙的 一个传说中是龙的儿子 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是 能靠近了一点 像恐龙 像那个迅猛龙那一类的 靠近那样的感觉 我认为这些怪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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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兽的怪兽 在新西兰 我们花了七个月 we have over 700 designs to create this thing and we really wanted to concentrate on something that exists in real life because we don't want it to look too abstract we wanted something that looks could really exist on earth and then of course we because it's also in history of china chinese culture they said the the taotia is from the fifth son of the dragon so we referenced dragons and we looked at maybe some designs from like raptors and velociraptors